大家好,这里是大恩,今天我们一起来参观复旦大学的邯郸校区, 分为本部、南区、北区和东区,那为什么没有西区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哪怕你是个陆区,在复旦也是比较难迷路的,因为我们有光华楼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光华楼有三十多层,是许多文科学院的上课地点和办公区,现在我们就以光华楼为中心开始参观吧! 东边呢是东门,还有但愿人长久的但愿食堂,穿过柏定路,再往东走就是东区的学生公寓和新闻学院,东南部呢是一些行政楼,比如我们的研究生院八号楼就在这里,再往前走还有学生公寓和校医院, 你们看这边就是南区的十代楼,光华楼的南面呢是我们常去上课的第三教学楼和第二教学楼,简称三教二教 光华楼往南走呢是叶药真楼,也是我们的学生活动中心和校超 这边有一个西园,还有我们的理科图书馆 我们的正门也是在这里,毛主席向对着的就是 正门出去的清云轩可以买纪念品 穿过邯郸路,再往南走就是南区 这栋就是文科图书馆,对,距离我们北区学生公寓非常遥远 往西走一点呢就是非常现代化的五教六教 好,让我们回到光华楼,光华楼的西边呢有许多理科功课的教学楼 出一道B考题,我们的校训是什么 这里呢是第一教学楼 再往里面走呢是档案馆,校使馆和香辉堂 西南角呢是老校门,还有一座静谧的燕园 最后我就要说说我们的北区学生公寓啦 从光华楼回北区路途遥远 需要经历一条漫漫长路,被称为本北高速 不过它的风景真的很好 在北区呢自习的话可以去亚洲青年中心 旁边有一家咖啡馆 好啦,今天的邯郸校区之行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期待后续的专门介绍哦 今天会带大家整体参观复旦大学江湾校区 目前这里主要住着理科和法学人同学 江湾校区地广人稀,被称为江湾大草原 环境非常好,让我们先进生活园区看看吧 好漂亮啊,富旦大学江湾生活园区 江湾的宿舍楼呢主要是小高层 配有电梯设施完备,以两人间和三人间为主 也是超级让人羡慕啦 园区隔着一条马路呢是食堂,教学楼和图书馆 路边还有一条龙服务的各种小商店 然后我们往前面走呢就是去了这个校区 我们是在为新生服务的 对 江湾这个也太厉害了,就是一进来居然是一条河 看到没,这条河里面有这个 太可爱了 然后右边就是一个篮球场 这个呢是必做教训楼 往这边走呢一直走到头,是申科院 这个是您的食堂 但我这边呢是刚刚建起来的体育馆 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让我们按着路线走一遍吧 首先去看看教学楼 你说这是教学楼吗 看下去太漂亮了吧 后面的是A洞 前面的是B洞 然后两栋都叫做制华楼 非常有趣的是江湾这边的道路是以金尾来命名的 这条路呢叫做金路 然后这样子的路呢叫尾路 哇给大家看一下法学院这个楼 哇给大家看一下法学院这个楼 这种楼叫做廖凯元法学楼 这前面这个罗马柱 还有这个石狮子 我们在这个法学院的门口呢 然后碰到了一群南京大学 来复旦大学进行家里面试的这个本科生 然后 请问你们感觉怎么样 感觉感觉蛮好的 我们要对复旦说什么说吧 一二三 南大图的一家庭 然后这边呢就是图书馆啦 走我们去看一下 图书馆前面这个柱子真好看 OK我们进去喽 江湾校区的建筑风格 非常统一 有庄重点眼的感觉 校区虽然不大 但是草坪很多 居然还有一片荷花池 在这么美好的地方 学习和生活 身心都会超级放松 我觉得这棵树 还有点不羁哦 然后这边呢就是正在建的 江湾体育馆 九个月份就可以使用哦 走着走着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 去食堂吃个饭吧 好啦今天的江湾之行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期待后续的专门介绍哦 感谢观看